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大家都在那边讲说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弦外之音呢 看起来好像是不是一个一场秀 或者是做给大家看的一个画面 怎么感觉这两个人暗潮汹涌 因为蔡英文现在要去欧洲啦 那在去欧洲之前 特别跟这个赖清德同框 又是说什么下车的时候 两个人见到面 然后呢这个蔡英文喂狗狗吃饭的时候 还这个看到这个斑斑吃的津津有味 蔡英文还讲说 在跟你爸说表现好的时候才有 然后随即把那一代这个狗粮 就交给了赖清德 两个人就这样蹲在狗的旁边 引发了非常多的联想跟讨论 网友在讲说 这直接讲表现好才有肉吃 赖总统表现好蔡英文才会赏狗粮 那这个送赖清德狗食 真是周到 难道这个蔡英文见赖就是为了喂狗吗 所以大家觉得开始解读很多弦外之音 就有人想到了这个以前陈其迈 不是在做狗食的时候 那夹起狗食也是拿去喂这个激进党 激进党的人也是这样子张开嘴巴这样吃狗食 所以就觉得说 这是不是一种政治上面 总是狗狗可以让人家有联想很多 是不是你要听话一点 但是呢你看 现在这个赖清德是这样子一个听话的人 好像跟我们最近的印象又不太相同 他是不是笑里藏刀呢 现在这样子 好像对于蔡英文又很友善 然后这样子的互动 蔡英文在官邸里头手插口袋 感觉谈笑风声 就是显现出来 这个很从容 那这个赖清德就讲 这个我是来借重蔡英文卸任之后 自由之声来担任最佳外交代言人 那这感觉好像是 我对你指派任务 我现在才是总统 那还有蔡英文的一些相关的 过去重用的大将们 比方说黄崇晏也要随行 唐凤也要担任这个无任所大使 感觉上面好像是一些分封一些官衔 可是有点有名无实 那这个到底是要拉拢蔡英文呢 还是这背后这一把刀 一出手可能要让人更紧张 因为当初郑文燦不是也是 一回国 出国即出世 回了国之后 这把刀就下来了 所以人家讲说 会不会下一个蔡英文也要小心一点呢 这个出国回来 恐怕就有一点这个危险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吴思瑶 他就现在讲说 哎呀 我们现在看到蔡英文了 马上啊 就要出去访问了 对比马英九哦 马英九卸任很多年才踏上了 这样子出国受邀的行程 两者高下立判 立刻萧续成就呛他 就说你连Google都不会用吗 这明明就是以前哦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马前总统哦 卸任不到半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已经有非常多的邀约哦 那问题就是你蔡英文 蔡政府硬是把他给挡下来 什么叫做高下立判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 蔡英文跟赖清德高下立判呢 难道也是这样子来看吗 那你不用在这种时候 还要再讲说 哦 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这到底有什么好比较的呀 这吴思瑶这一类人 总是喜欢做这类文章哦 那再来 现在看到了赖清德对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联想 就是因为他上任这半年来 其实都让人家感觉好像对内哦 就是喊打喊杀的 就要计算一下说 你过去有没有挡过我的路啊 那所以对外呢 同样也是这样子 现在朝野和解犯 看起来又有变数 从上个星期五 因为受到台风影响 延期现在延你在明天中午登场 但是真的会在明天中午如期吗 现在大家还是有一点这个 就是疑虑哦 我们看卓仁泰的讲法 他说希望今天能够完成时间敲定哦 就是本周五让人民看到两边 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啊 吴思瑶又出来喊话说 要一饭闽恩仇啊 相信卓仁泰 韩国瑜都有这样子这个 协调的智慧跟高度 站在人民跟国家进步的前提上面 这个饭一定得要吃 可是现在蓝颖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哦 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看看 这个双十的时候 赖清德会怎么说话 而不是说 好像你到时候又挑起了 另外一股纷争 你光是这个国庆晚会的一个 祖国论 现在就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 后续问题衍生出来 那这个我们看到了 再也啊 周四现在要先看一下 你的谈话内容 再来决定是不是要吃饭 李燕秀也说了 这个和解犯成败的关键 其实就是 这个赖清德 你要当统姑 还是要做分裂对质的火药 那再来 那当天呢 就是祖国论之后 赖清德讲完下台 那我们看到赖清德 赖清德媒体人李燕秋就讲 他其实有去读唇语 讲说这个韩国语哦 好像是有跟赖清德讲说 讲得非常好 那真的有这么说吗 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媒体人 王浅秋也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 这个做了一个电话访问 来问一问韩国语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讲的 像李燕秋我们前辈 他就帮你解读唇语 他还说 您看到那个赖清德媒体人 下台讲完话的时候 你给他讲了一句话是说 你讲得很棒 真的吗 没错 我只讲就是说 你讲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还有那个 我们那个二姐江慧小姐讲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我个人是很感动 对 她说她针对的是讲 生日快乐这句话 你讲得很棒 那但是问题是 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可能就会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现在这个和解犯 会不会变成了一个关键 卡在这个朝野之间 现在就看10月10号 赖清德又会讲出什么话了 我们先来问一下 慧恩哥怎么看 我不太了解国民党的那些 到底在想什么 就是看赖清德 礼拜四的双十国庆讲什么 再来决定礼拜五要不要吃饭 到底在想什么 你的立场是什么 怎么会去期待赖清德的 国庆谈话讲什么 你们对赖清德还不理解 还要观察 听其言观其行 你们是第一天认识赖清德 所以翟轩我必须说 今天赖清德跟蔡英文 能够这样子的 为什么是我们缺乏 强力的在野的监督的力量 这个刘才会跟侯汉廷 任重道远 你们也不要再握在台北市议会了 赶快去把那些 很迂腐的国民党立委换下来 他们是没有办法监督的 为什么会今天会变成这样子 这个赖清德会 这当然是刻意的安排 非常的刻意 非常刻意 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说 连赖清德的狗都不理他 其实观众朋友 你有养狗就知道说 狗看到主人是会非常开心的 上去跟主人摇尾巴 怎么可能会掉头就走 所以这个非常的明显 这个你看蔡英文自己抱他的狗 这只狗叫乐乐 蔡英文已经养了三年了 可是你看他抱狗的这个姿势 所以很明显这两个叉叉 他们是为了选票养狗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顾这狗 所以你看赖清德的动作 知道说平常在喂斑斑的 根本就不是他 我们一般有养狗的人 你看到狗一定去抱他 你怎么会这样子 吃一下 吃一个 还跟他讲台语你也好了 斑斑的又听台语 这个都非常的恶劣 你们看说这样的一个铺陈 这样的一个赖赖会 我对赖清德是非常的失望 就表示我 基本上我是高估他的 为什么这样子讲 这个猛名嘴说阿德从不妥协 这个猛名嘴我就不讲名字就算了 你看这是当年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赖清德的抱怨 蔡总统请你的网军停止攻击我 这个怎么做 蔡英文是网军攻击你 你在保洁哥的专访讲什么 国家机器不能干预初选 赖清德 你被网军跟国家机器围剿 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的选择是够一个赛名 然后去当副总统 不是这样子吗 那你有什么资格讲说你从不妥协 你很爱妥协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你当初是这样子 跟蔡英文的这样的针锋相对 你遇到网军跟国家机器 我请问大家 此仇不报废君子吗 还是赖清德 你不是君子 你应该不是君子 看不出来 那你还知道 我来帮你开门 这样子卑躬屈膝这样 那我就请问大家 这些案子呢 这些案子哪一个 不是在蔡英文的任内发生的 哪一个不是蔡英文护航的 所以赖清德 你现在装的这样子 像叉叉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算了吗 这些事情也都算了吗 显然赖清德是算 所以现在讲说 现在这种大内宣讲说 权力支持蔡英文访欧 台湾的最佳代言人 你少来这一套 这个最恶心不过 这个证明什么呢 证明说 待会我们要讨论的 柯文哲的案子是什么 那就是标准的政治追杀 就我跟各位讲的很清楚 赖清德你不扮蔡英文 你不扮高端 我特别讲高端来谴责 赖清德跟那些名嘴的虚伪 赖清德你的妥协 所以我跟各位讲 赖清德很喜欢 不管他当市长当立委 他很喜欢人家就叫他赖医生 做神心疑心 就是台湾人都比较老一辈 那我请问赖清德 高端的保护力是多少 赖医师 赖医师你敢讲吗 你身为医师 你是学什么医 我就问你高端的保护力是多少 你也讲不出来 什么叫做你从不妥协 那你不是妥协了吗 你赖医生赖一世人 你国家花那么多钱买高端 到了今天疫情都结束了 我问你高端保护力 你答不出来 那这不是弊案 什么是弊案 这不是徒弟高端是什么 那你不用办蔡英文跟陈时中吗 还跟蔡英文去喂狗 不要消费狗好吗 莫名其妙 怎么搞这什么乱七八糟 就办柯文哲 就办郑文燦 那真正超私鸡蛋 当初力挺陈其中的是谁 不就是蔡英文吗 那我请问台北地点主 你到今天还不传陈其中 你在办什么 你以为秦宇乔就可以塞我的牙缝吗 你给我办陈其中 不然你台北地点主是办假的 你有什么资格办柯文哲 一个秦宇乔能够让整个农业部 去帮他开通这些 买卖鸡蛋的进出口 你笑死人了 农业部长没事 总统没事 赖清德你诉什么探 诉探是假的 政治斗争 政治追杀是真的 关注你要看清楚 看清楚赖清德那是假的 他跟 没得去办蔡英文 我就笑你不敢 他不敢办蔡英文 他也没有要办蔡英文 我们都误判赖清德 他就是随便办一办 把柯文哲抓去祭旗 就结束了 好 来问汉廷 看到蔡英文赖清德跟狗 有的时候是分不出来 谁比较有良心 谁比较爱护这个国家 尤其在疫情期间 蔡英文对台湾人民的死伤 不闻不问 却是哀悼拜登的狗 那最近也是一样 那最近台湾发生了 这么多悲惨 以及不幸的事情 那蔡英文跟赖清德 还是在玩弄他们的狗 可能在民进党的心中 真的是人不如狗 那么蔡英文说要出去走走 你就出去走走嘛 还说成什么拼外交呢 这到底关外交啥事 请问蔡英文 他是主动去出访 还是被动的受邀 他是受了谁的邀请 他是要去哪边演讲 还是他完全就是 自己想要去外面走一走 然后请我们的外交部 来配合他 来帮忙他跟协助他 如果是这样 那不就完全在给我们的 外交单位制造麻烦吗 那我也收到美国 还有菲律宾 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邀请 那我也不是会说 我在拼外交啊 所以蔡英文 你如果要自己去走走 那跟外交真的是没什么关联 假设他真的是所谓拼外交好了 那他回来之后要请问 能拿出哪一些的外交成果 他能够多拼出一个友邦吗 不可能啊 过去二十年来 就是在他手上断了最多的友邦 还是请问蔡英文出去一趟 能够换到中华民国 能够参加什么样的国际组织呢 也不可能啊 因为马英九时期可以参加WHO跟ICAL 就是在蔡英文执政当中反而进不去 还是他有办法能够要求 我们在联合国要去提案修改2758号决议呢 也不能啊 因为美国从头到尾都不愿意 还是说他这一趟的出访 有办法更加保护到台湾人 能够让未来黎巴嫩的时候 台湾人有机会可以被撤侨呢 还是不可能 所以蔡英文这趟出去就根本啥也办不到 他到底拼啥外交啊 该不会是因为两岸关系最紧张 所以他预先去探测跑路的地方吧 那问蔡薇 昨天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 跟狗狗的互动呢 这个蔡英文还有跟狗讲到说 有问题要记得打算给我哦 然后他讲出完这一句话 就觉得怪怪的 他突然就要再对狗说一次 我说你啦 你要亲自打算给我哦 那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蔡英文要突然 再讲一次特别点名狗呢 连他自己都很担心 是不是被大家有言外之意的 其他的传闻嘛 那我认为赖清德今天 蔡英文今天表面上是对狗说 但实际上他是不是想要 特别利用这只狗 然后传达什么样的意思 什么样的态度给赖清德呢 我认为其实是的 所以像外界都在说 蔡英文去欧洲 其实是赖指派外交任务给蔡英文 我其实认为一点都不是 事实上从这个蔡英文去欧洲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外交 在国防上面 赖清德还是完全脱离不了蔡英文的 甚至在蔡英文出访的时候 还指派了一位特别重要的人 叫黄崇燕是以前蔡英文身旁最亲近的人 让他跟着蔡英文一起去 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赖清德还没有脱离保姆 还没有脱离主人 在外交上面跟国防的任务上面 几乎都是菜赖共治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赖清德要如何脱离蔡英文 这个主人 这个保姆 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说到和解饭呢 我想和解饭吃不吃其实都不是重点 因为吃不吃成功与否 绝对都不是取决于竹龙泰 跟这个韩国瑜 因为都在赖清德的一念之间 今天赖清德态度是多么强硬 今天赖清德会因为一个和解饭 然后包含预算 包含其他的论述通通都会 通通都会按照国民党意思去走吗 通通的预算就会回去重审吗 其实我认为是不会的 所以其实我是认为这个和解饭 是不用吃的 因为吃了也没有意义 但是大家去想想 如果今天国民党态度一摆出来说 我不吃这个和解饭 那大家会怎么想呢 民进党就会说 你看国民党就是在摆态 就是完全不想朝野和解 所以对国民党来说 其实也很两难 明明知道这个和解饭 吃了也没有意义 但是也不得不上台面去吃 不得不上这个餐桌去吃 因为不去吃的话 就绝对会被民进党扣上帽子 你看就是国民党不和解 你看通通在搞怪搞鬼的 都是国民党 那何必呢 我们是一个在野党 我们是要监督领预算 我们何必被扣上这个帽子 那就去吃一顿饭有什么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